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视频中的男子说 我都没有后代了 我还打什么工 我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我没有房贷 车贷 每天都能吃猪皮 已经营养过剩了 我没有老婆 没有老婆生活美滋滋啊 中国经济和工作市场的现状 已经逼疯了一批年轻人 视频中的女子说 我不结婚 我这辈子不结婚 就是对不起父母 我就是该死 我就不该 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就是不配 女子说 我真的要疯了 怎么办 大家都在做什么工作呀 现在的工作都这么难找的吗 我7月初从北京回到南宁 到现在三个多月了 现在已经10月中旬了 我每天都在找工作 在各种招聘软体上找工作 好难啊 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找工作 我感觉我可能要妥协进场打螺丝了 但是我真的不想去 如今中国的就业市场十分夸张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8月份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 劳动力的失业率达到了18.8% 如果有100个人在找工作或者想找工作 这里面就有19个人是失业的 换句话说 你走在中国的大街上 随便看到5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正在找工作 或者压根找不到工作的 这个比例真的不低啊 还有网友说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 因为失业率是值领取失业补贴的人 占有工作的人的总数的百分比 这个指数对于中国来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中国的个体经营者 个体劳动者很多 另外中国领取失业金的条件也比较苛刻 这位网友曾经在他所在的社区申请失业金 感觉比登天还难 几乎不可能领到 有什么要求呢 首先你之前要缴纳过社保 没缴纳过连领失业金的机会都没有 第二你必须满足失业多长时间 刚失业的不算 第三你必须是被企业开除的 自愿离职的不算 第四社区会给你提供三个岗位 都是底层工作 例如保洁公安你必须要去做 如果你不做就相当于自愿放弃工作 不给发放失业补助金 但更多的年轻人失望 是因为作为打工人 有时候赚的还不如失业补助金多 女子说 我是一本学校毕业的音乐专业学生 在琴行做了两年的钢琴老师 这个是我上个月的工资 只有2495元人民币 女子说大家看一下我上个月的工资 3939元这么少 我还以为是我拼多多买东西的退款到账了 结果一看是我上个月工资 我太生气了 男子说一个月上26天班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月薪4000多 朋友们我研究生毕业三个多月了 我终于找到这么一份好工作了 每天12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 一个月只能休息4天 竟然成为了研究生们争抢的好工作 最夸张的还得是上海211高校招聘会的工资待遇 女子说上海某个211高校的招聘会 招程序员月薪800到1499元 而且对Java开发程序员 要求是本科以上学历 熟练Java语言 熟练使用Oracle Maskey软体 还要汇用Limux的命令集 最好还要获得过IBM和谷歌比赛冠军 另外还要求积极主动责任心强 大家说我是不是看错了 工作人员给我的回复 说确实是月薪800到1499元 而那些在全国各地 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的状况 不用说也知道有多惨 男子说实在想吐槽一下长春的就业环境 今天在Boss招聘软体上找到一天的工作 也去面试了几个 这些工作不是保险 就是中介还有催收 销售和网络客服的岗位 我觉得很郁闷 我想问一下 只有长春的工作这么难找吗 还是说其他地方都一样呢 不是歧视这些行业 只是真的很想做一份 有发展有未来的行业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做一份工作 维持个生活 有今天没明天 大学里的专业我发现根本用不上 没有公司会以你学的专业录用你 除了清华北大 所以说我不懂我们现在普通的年轻人上大学的意义在哪里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创新高后 中国政府出台了24条促就业文件 作为其追求高质量发展下的社会实践路径 中国国务院9月25日发布的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 部署了扩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 保障平等就业权利等24条举措 中共官媒新华社说 这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主政以来首次从中央层面出台的 稳就业指导性正棒文件 根据官方的说明 这份文件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破解有活没人干 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 希望能实现劳动者工作稳定 收入合理保障可靠 职业安全等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新华社列举的24条举措的五大看点分别是 第一 在重大政策致敬的同时 开展岗位创造 第二 根据产业需求调整学科专业设置 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红黄牌提示制度 第三 把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列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四 打造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和15分钟就业服务圈 第五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虽然这份文件希望能有效解决 中共当前的青年高失业率问题 想要摆脱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 并加大学校与市场需求对接 但在中国某师范学院任教的李老师 向美国之音谈言 政策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太低 受当其冲的就是中国高校功能混乱 根本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力资源 而且中国实际上的失业率比表面上公布的18.8%多得多 李老师提到在唯分数论考试制度的遗读下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很多 但真的在专业上能够明实相复的并不多 目前高校仍然以培养考试能力为优先 难以符合相应企业的做事态度与能力的要求 就以在学校来说 中国大学生都必须完成一份本科毕业论文 文科 法科 商科要求8000到1万字 但是学生们大多数是完成多少 教多少 只求字数达到即可 所以答辩时提交的文章都是残缺不齐的 学生只希望检查重复率能过关 不被判定抄袭就行 答辩成绩能够及格就好 但是在格式错别字甚至文章架构上 往往还有很大的修改空间 如果认真检查会发现真正能够参加答辩的学生非常少 但老师们不愿意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也都会降低标准让学生参加答辩 这让企业不敢录用这种降低标准的大学毕业生 但企业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就直接影响了企业发展扩张的意愿 另外大学的行政部门也陷入一种有权无责的怪圈 中国的大学都设有招生就业处 顾名思义就是提供学生就业信息 促进学生就业的单位 但以李老师任教的高校来说 招生就业处就只负责下指标提高就业率 定时要求各学员上报就业率的工作 如果毕业生没有回传就业信息 导师就要做检讨并且被扣绩 严重时会扣薪或影响继聘 所以一些已经习惯就业率造假的老师们 就干脆向亲戚朋友的公司或店铺借个公司章来盖一下 当做学生已经完成就业的证明 在学生和老师都在敷衍的情况下 实际上的就业率可能并不如官方公布的那么乐观 李老师还强调中国失业率高 并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供需失衡 2022年由北大博士报考成管 2024年甚至出现斯坦福海归博士 报考安徽基层公务员 实际上这些工作其实只需要 非重点院校的本科学历 虽然政府希望通过这24条促进就业 但在提供扩大创业就业的资源方面 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对于培养劳动力的质量 也还有提升的空间 目前的大学教育是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的 而对于这24条正在新疆建造路桥的农民工阿平 对美国之音说 政府提出的农民工促进就业方案很不切实际 他说因为过去几十年来 国家并没有对农村投资基础建设 在农村生活条件差和城市化的推进下 中国八成的农村人口都进到城市里了 现在留在农村的只剩下老人 连小孩都没有了 因为幼儿园也撤除了 小孩现在都是在城里上学 另外农民工在中国是基数很大 将近三亿人口的群体 就跟牛群一样 竹水草而居 哪里能挣钱就往哪里去 流动性非常大 要找到能够安置这么多人的产业并不容易 阿平说 安置农民工的大市场哪里来呢 中国现在还培育不出来这么大的一个行业呢 你想让现在农民回去种地怎么生活 根本生活不下去 阿平还提到 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护级的限制 在三五年前就已经在做了 这不是一项新的前瞻性政策 取不取消对农民工们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他看来 如果真的想要发展农村 首先要解决农村医疗和幼儿园的问题 有的农村甚至连最基本的水电和道路都不完善 年轻人怎么可能回去农村 没有支柱型产业 农民工转不到钱 也不可能回去农村 但令人意外的是 农民工不想回去的农村 现在却成了年轻人退休的胜地 被中国就业情况持续恶化的逼迫下 内地不婚不育的年轻人正在掉头去农村退休 越来越多自称是退休人员的90后 00后 年纪轻轻已经开始休长假或处于失业状态 他们也越来越多的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他们在乡村的退休生活 据CNBC报道 这些年轻人通常选择去云南贵州和四川做退休人员 因为这些省份的生活成本仅为上海的四分之一 去年自称是退休人员的文字达达 在贵州省一个位于山崖边的竹棚里安了家 年仅22岁的他曾在汽车维修建筑和制造等多个行业摸爬滚打过 他说他已经厌倦了每天跟机器打交道 于是辞职回到家乡尝试在家乡找工作 但找来找去始终不满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 他意识到生活不仅仅是城市的繁荣 乡村的宁静也是一种美 香港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表示 过去三年来曾经吸纳许多应届毕业生的高增值服务业 在大幅萎缩尤其是房地产和金融业 由于国进民退导致的私营经济在政策和资金上都不断被限缩和监管 另外习近平的集权统治让中国民间社会不断的受到压制 私企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减少 同时减少的还有收留毕业生的岗位数量 男子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信仰现在的工作其实已经很难找了 因为咱们信仰有一批老板现在正在光明正大的消失 不是他们要跑路而他们其实是走投无路了 现在不管是个体户企业老板还是开场的老板 很多人都已经付债到高位了 生意做下去也不是放弃也不行 十个老板里起码有七八个都在付债 看起来表面光鲜亮丽 急用钱的时候口袋里可能连五万块钱都没有 有些老板开着宝马奔驰 但是加油也只敢加200块钱 不管你信不信这种情况现在是大有人在 很多公司其实都是在硬撑 可能老板已经把房和车抵押了 征信也搞垮了 做老板的日子过得还不如员工 每天都是焦虑失眠 一边怕银行不给他贷款 一边还要担心员工突然甩手不干了 这段时间我接触了很多老板 他们在这些连环压力下真的很煎熬 可是为了生存只能硬撑 很多老板只能靠减员缩编减薪来维持 如果现在你的公司还能给你按时足额的发工资 已经很幸福了 相对来说私企的现状还不算太糟糕 毕竟连国家公务员的工资都保不住了 从小生活在北京的澳洲华裔陈先生回国后感叹 中国的民生太过艰难 他看到北京及周边公务员都在降薪 政府欠薪也普遍 贫困家庭供养大学生却毕业及失业 医院商业化很可怕 资源严重浪费 企业官商勾结 民间怨声载道 陈先生提到现在的老百姓生活真的很差 出租车都没人坐 北京正规的出租车司机 大概一天也就挣200多块钱 连300块都挣不到 各个餐馆非常萧条 商场都没有人逛 现在的经济老百姓怨气很重 就在这么艰难的时候 当局出了个延迟三年退休 从公务员到老百姓 再到失业单位和国企 没有一个不骂政府的 而且现在北京市所有公务员都在降薪 降了20% 企事业单位包括医院也都在降薪 陈先生说 今年我还走访了北京周围的省份 去问他们的公务员 我记得今年冬天的时候 他们就提到去年的工资没有发 今年我又去了东北三省 还有河南 河北 山东 都说没有发过 去年的工资都没发 政府的意思就是 愿意在公务员系统里干就干 不愿意干就离开 明明过去能挣15000块 现在给8000块钱也干 只要给我上医保和社保 我拿基本工资都行 只要不开除就一直待在体制内 这让现在年轻人们都没有信心了 陈先生也说到了 他看到的年轻人的现状 他说北京这些大学毕业生 工作很难找 现在北京和中国35岁以上就很难找到工作了 所以很多人出国打工 此前就有网上消息称 在北京海淀区上桥 有9个大学生相约放弃自己的生命 对此陈先生解答说 这都是真事 因为这些大学生压力很大 国家不管大学生们的死活 只要大学生不闹事 大学生的死活跟政府没有关系 而且他们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恶性竞争 如果考不到好大学 这辈子就完了 所以每个人都玩命的去考大学 这样他们才有钱挣 家长们就算没有钱 也要掏出所有家底供孩子上完大学 很悲惨 砸锅卖铁供完孩子 结果大学毕业之后发现根本没有希望 而这样悲惨的结果依然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声和轮回 根据中共教育部旗下期刊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在6月发表的研究报告 应届大学毕业生可能在2034年 达到约1800万人的高峰 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周云认为 对于许多中国大学毕业生来说 大学学位带来更好的工作前景 更高的社会流动性 更阳光的生活前景 已经越来越遥不可及了 好 感谢您收看会言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